欢迎大家收看 今日六度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G20内部的裂痕 让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增长 哈里斯将在访问威斯康星州时 推崇学徒制度 根据佛罗里达州法律 将公开发布对杰弗里 爱波斯坦涉嫌虐待未成年女孩的大陪审团记录 加纳 反同性恋法通过后 LGBTQ人群感到恐惧 欧盟欢迎波兰重新加入 并解冻数十亿资金 请大家收看 G20内部的裂痕 让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增长 日经亚洲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通过与中国、印度和其他金砖国家成员 进行更多贸易 俄罗斯一直能够保持高速经济增长 尽管西方制裁试图限制莫斯科 支付其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能力 但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 并未受到此类限制 从日本、美国、欧盟和英国的俄罗斯进口价值 下降了约70% 而来自其他金砖国家 以及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的俄罗斯进口价值 增加了1244亿美元 哈里斯将在访问威斯康星州时 推崇学徒制度 美联社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计划下周第六次访问摇摆州威斯康星 在他访问麦迪逊期间 哈里斯将推广工人学徒计划 并强调拜登政府致力于创造高薪工会工作岗位 威斯康星州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是一个争夺州 乔·拜登总统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该州 双方再次将威斯康星州作为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目标 根据佛罗里达州法律 将公开发布对杰弗里·爱波斯坦涉嫌虐待未成年女孩的大陪审团记录 美联社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已签署立法 允许公开2006年对杰弗里·爱波斯坦 滥用多名未成年女孩的大陪审团记录 爱波斯坦是一位富有的金融家 他在2008年成功逃避了严重的联邦指控 而是对涉嫌为未满18岁的人提供卖淫和引诱卖淫的州指控认罪 他被判入狱18个月 然后在家中软禁12个月 爱波斯坦于2018年因联邦性交易罪被逮捕 并于2019年8月在纽约市监狱内死亡 加纳反同性恋法通过后LGBTQ人群感到恐惧 德国之声 加纳议会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反同性恋法案 给LGBTQ社群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这项名为人类性权利与家庭价值的法案 将同性关系和活动 以及LGBTQ家活动的宣传和资助定为犯罪行为 由于加纳社会保守 宗教和文化信仰强烈 该法案得到了大多数加纳人的广泛支持 人权组织敦促纳纳 阿库弗、阿多总统不要签署该法案 并且美国和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 对其通过表示批评 欧盟欢迎波兰重新加入 并解冻数十亿资金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欧盟、伊佑解除了对波兰1350亿欧元援助的封锁 原因是波兰新政府努力恢复法制和司法独立 这一举动是波兰总理唐纳德 图斯克的胜利 他一直在努力推翻前保守党政府实施的措施 这一决定标志着波兰与欧盟之间关系的巨大变化 自2015年 法律与公正党上台并实施了 被批评者称为 将波兰司法至于政治控制之下的改革以来 两者一直公开冲突 欧盟曾威胁要暂停波兰的欧盟投票权 并封锁其对欧盟资金的访问 然而 欧盟现在承认已经做出了足够的努力解决问题 并将开始释放资金 如果波兰未能跟进 限制性措施可能会重新实施 拜登在2024年的竞争中积累资金库存 而特朗普则在资金上亏损 彭博社 盟友团体承诺 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 为乔拜登总统的连任竞选 投入超过7亿美元的支持资金 此外 截至2月份 他的竞选团队手头 还有1.3亿美元 相比之下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在1月份的支出超过了筹款额 而与前总统有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正在为他的法律辩护 花费数百万美元 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筹款进展缓慢 资金将是2024年选举的关键因素 预计支出将超过2020年创下的144亿美元的记录 欧洲正在为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做准备 英国每日电讯 法国总统埃马纽尔 马克龙建议不应将西方军队排除在乌克兰之外 引发了争议并与拿破仑进行了比较 然而 专家认为马克龙发表此番言论有多重目的 首先 他希望向俄罗斯传递一个信息 即俄罗斯不能在乌克兰肆意行事 此外 他还希望在唐纳德 特朗普于2025年重返美国总统职位的情况下 为法美关系建立一个可行的基础 马克龙的言论还凸显了他对特朗普的批评 并可以被视为向前总统的外交政策共鸣 伸出的橄榄枝 白俄罗斯议员将很快考虑反LGBTQ加法案 美联社 白俄罗斯的立法者将收到一项法案 该法案将使同性恋和其他行为的宣传成为犯罪行为 这是总统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对异议的持续打压的一部分 逆中的立法将对宣传异常关系 恋同体和自愿不生育建立行政责任 目前尚不清楚 违法行为的潜在惩罚是什么 白俄罗斯在1994年将同性恋合法化 但该国不承认同性婚姻 并且没有采取任何反歧视措施 来保护LGBTQ加权力 卢卡申科公开批评同性恋 曾经说过宁愿做独裁者 也不愿意是同性恋 白俄罗斯的人权组织报道称 国家安全机构对LGBTQ加人士施加了压力 包括勒索和威胁公开他们的性取向 在白俄罗斯 LGBTQ加人士继续面临社会污名和高自杀虑 因为专业心理护理通常不可获得 白俄罗斯在ILGA Europe每年对欧洲和中亚LGBTQ加自由的调查中排名第45位 共49个国家 自2020年8月以来对意义的打压开始以来 LGBTQ加人士大量离开白俄罗斯寻求在其他国家的政治庇护 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亲密盟友 自2013年以来 俄罗斯就实施了一项反同性恋宣传的法律 俄罗斯最高法院于2023年11月 禁止了俄罗斯的LGBTQ加运动 将其列为极端组织 拜登表示 加沙事件将使停火谈判复杂化 他的政府在数十人丧生后感到紧迫 CNN 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 加沙一处食品分发点发生的致命事件 可能会使停火谈判复杂化 该事件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在以色列军队向民众等待食物的地方开火时 至少有100人丧生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该事件正在审查中 白宫周三表示 总统对停火时间表仍然感到乐观 移民对经济有帮助 但是工作面临许多障碍 纽约时报 美国从疫情中的经济复苏 比预期更为强劲 移民在这一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年和2022年 恢复签证处理 使外国劳工得以填补疫情封锁后 仍存在的劳动力缺口 移民还有助于解决长期需求 即在出生率下降和老年人退休的情况下 补充劳动力 净移民人数达到了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移民将在未来10年内 阻止美国劳动力数量下降 然而 移民激增面临政治紧张 物流障碍和行政积压等挑战 拜登总统和前总统特朗普 对德克萨斯州的访问 凸显了这一问题所带来的政治紧张局势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移民可以帮助弥合劳动力需求 与求职者之间的差距 并缓解工资通胀 欧洲希望铁丝网能够阻止移民进入 但事实并非如此 经济学人 近年来 欧洲使用边境围栏的情况显著增加 从2014年到2023年 围栏的总长度从315公里增加到2163公里 这一趋势是由2015至2016年的移民危机 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波兰 拉脱维亚 立陶宛和芬兰引发的最近移民潮所推动的 然而 这些围栏在阻止非法越境方面的效果 值得怀疑 而且建造和维护它们的成本很高 此外 欧盟外部边境的非法越境数量相对较低 仅占2022年所有越境的0.13% 宏多拉斯前总统因涉嫌贩毒而受审 经济学人 美国在打击毒品战争中 难以找到可靠的盟友 最近对宏多拉斯前总统 胡安 奥兰多 埃尔南德斯的审判 他被指控与毒贩勾结 以资助他的政治竞选活动 凸显了这一困难 其他明显的两面派行为 包括对墨西哥前国防部长 萨尔瓦多 西安·富哥斯将军的逮捕 他被指控与有组织犯罪勾结 以及对墨西哥前 公共安全部长 赫纳罗 加西亚 卢纳 与西纳罗亚帮派勾结的定罪 美国的打击毒品战争 越来越不受欢迎 其盟友对其对这一事业的承诺 产生了质疑 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的外交政策 会是什么样的 经济学人 印度尼西亚选举的获胜者 接替佐科 维多多总统的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 希望使印度尼西亚 在东南亚和全球舞台上 更具影响力 作为世界第16大经济体 拥有2.76亿人口的印度尼西亚 有潜力成为发展中国家 和富裕国家之间的桥梁 同时也可以在东南亚对抗中国 国防是加强国际联系的潜在领域 普拉伯沃加强了军事联系 并主持了一场购买西方武器的狂欢 海地总理访问肯尼亚 试图挽救非洲国家 向海地派遣警察的计划 多伦多星报 海地总理阿里尔 亨利正在访问肯尼亚 讨论部署1000名肯尼亚警察 帮助打击海地的帮派暴力的计划 肯尼亚同意领导联合国授权的 国际警察部队 于10月前往海地 但肯尼亚高等法院裁定 该计划违宪 原因是 两国之间缺乏互惠协议 目前尚不清楚 这些协议如何绕过法院的裁决 裁决指出肯尼亚国家警察服务 不能在国外部署 海地总理承诺举行选举 但表示帮派暴力阻止了这一进程 拜登和特朗普访问美国边境 总统阻止德克萨斯州 允许在边境逮捕的法律 英国每日电讯 一家联邦法院阻止了德克萨斯州 一向允许警方在边境逮捕非法移民的法律 支持拜登政府的观点 认为该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 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 阿伯特预计将对此裁决 提起上诉至最高法院 移民问题预计将成为今年总统选举的重要议题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声称 乔·拜登总统访问德克萨斯边境 是对他自己计划访问的回应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天的可爱观察员 今天 我们带来了一些国际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我们了解到 由于G20内部的裂痕 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增长 尽管受到西方制裁的限制 俄罗斯通过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 保持了高速增长 这真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毕竟谁不想找到新的伙伴呢 接下来 我们讨论了副总统哈里斯的访问计划 他将在威斯康星州 推广工人学徒计划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学习技能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哈里斯副总统 在这方面的努力 是值得赞赏的 然后 我们了解到 佛罗里达州将公开发布 对爱波斯坦涉嫌虐待 未成年女孩的大陪审团记录 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让我们看到了 司法系统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接着 我们了解到 加纳通过了一项反同性恋法案 给LGBTQ人群带来了恐惧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权利 然后 我们得知 欧盟解动了对波兰的数十亿资金 标志着两者关系的巨大变化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让我们看到了对话和妥协的力量 接下来 我们了解到 拜登在2024年的竞选中 积累了资金库存 而特朗普则在资金上亏损 看来 拜登在经济上占据了上风 这可能对他的连任竞选有所帮助 然后 我们讨论了马克龙对特朗普总统的批评和建议 以及白俄罗斯通过反LGBTQ加法案的计划 这些都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 我们应该保持关注 接着 我们了解到拜登表示 加沙事件将使停火谈判复杂化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 我们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然后 我们讨论了移民对经济的帮助 以及面临的障碍 移民是一个复杂的议题 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 既保护国家利益 又尊重个人权利 接下来 我们了解到 欧洲使用边境围栏的情况增加 但在阻止非法越境方面 效果有限 这告诉我们 解决移民问题 需要更多的综合性措施 然后 我们了解到美国在打击毒品战争中 难以找到可靠的盟友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和协调来解决 接着 我们讨论了印度尼西亚新总统 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的外交政策 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 印度尼西亚在国际舞台上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们期待着它的领导 最后 我们了解到 海地总理访问肯尼亚 试图挽救非洲国家 向海地派遣警察的计划 这是一个有趣的动态 我们希望双方 能够找到解决办法 这些都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希望你们觉得有趣 现在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